大家好 都聽得到我聲音齁 那非常感謝各位 今天可以再度很多人從台北到台南來 哇 我要先跟各位抱歉 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中午各位吃的不是那麼有趣喔 那下一次各位再來台南 我們一定會回覆到上一次 讓從早上到下午 東西會源源不絕的提供 下一次我們一定會在這個 在這個部分繼續努力 好那我今天要來介紹 新亞今年最重要的一個大活動 叫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喔 那其實這裡面已經有很多人 在這個我們籌備的過程中 已經被我打擾過了 包括像我們今天早上靜雯應該有 分享一個專案 就是跟解封指引相關的專案喔 那也是我們這一次主要這個 我們會籌備 然後執行的一個行動方案之一 那這一頁我知道 大家對唐鳳有很多情緒 跟很多的那個 所以我們就直接跳過去 好 欸我忘記有直播了 哈哈哈哈 我們直接進到下一頁 好 好那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呢 是一個從2018年開始 每一年由一個RPO 再加上一個主辦城市 一起主辦的一個大型的活動 那今年剛好到台南 那就由新亞來主辦喔 那每一年我們都會去想說 我們要講一個什麼樣的主題 那我先講一下什麼叫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有一個很模糊的定義 叫用科技或者是商業方法 解決社會問題 其實有講跟沒有講差不多啦 那因此呢我們就想說好 那就有一個更大框架叫SDG 你要符合SDG 然後你就可以說你是這個社會創新喔 那我們在今年就決定要 啊我的同事幫我做了好精美的PowerPoint 我怎麼轉好久都還沒轉完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城市在舉辦不同的東西 好的今年呢在台南我們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主題叫做 這邊都不重要好 重建亞洲 建就是健康的建喔不是建設的建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比較重視的還是人的部分 那在這裡面我們在談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也許各位有在注意跟環境相關的新聞的話就會知道 敬靈碳牌是今年 呃行政院很重要要推出來的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 那因此等一下我也會介紹這個峰會 我們怎麼樣自己去實踐敬靈碳牌這件事 第二個我們也會去討論的是 疫情衝擊下社會創新可以怎麼回應 那好這邊大家都看一看就好 我們先來講什麼叫敬靈碳牌 在今天之前聽過敬靈碳牌這四個字的人可以舉個手嗎 欸這邊的人都還算蠻有Sense的 那知道怎麼做到敬靈的人可以舉個手嗎 欸不知道了吧好 我們我們這個峰會我們就自己三八 我們就說我們要做到敬靈碳牌 好要怎麼做呢我們要先做一件事叫盤查 盤查分成會前會中會後三個步驟 那會前因為我們自己三八 所以我們就說我們要辦三十場暖身活動 然後又造成我們自己很大的困擾 包括今天的這一場也被我們掛進來暖身活動裡面 暖身活動的碳盤查要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是多少人來參加你的活動 他們怎麼來製造了多少碳 然後你的活動當天譬如說像這個場地的冷氣 製造了多少碳 那各位中午吃的便當製造了多少垃圾 這些垃圾處理又要花掉多少碳 這件事情全部都要去計算 所以那時候顧問公司直接丟給我們三十七張表格 說我們就快嚇死了 好 那到了會中就是峰會那兩天 我們要計算所有人來到這裡花掉了多少碳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包括市集 你賣的東西怎麼運到這裡來 你賣掉多少東西製造多少垃圾 包括將會後 峰會垃圾全部都計算出來之後呢 我們預估會產生七百公噸的碳 是公噸喔不是公斤喔 所以各位就知道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是花了大量的碳 然後再做這件事接下來我們盤查完了之後怎麼做中和 目前真的會被認證取得碳權的方法是兩個 第一個是你要去取得國內現在就已經有的抵換額度 像中鋼啊台電啊這種排碳大戶 他們其實都有很多的抵換額度喔 第二個就是要跟國際購買碳權 因為台灣還沒有碳權的交易基礎 好可是各位知道那個碳權有多貴嗎 有人知道一公噸的碳權要多少錢嗎 這裡有人 買賣過碳權嗎 一公噸的碳權要一千美金 所以其實是蠻貴的喔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現在在跟中鋼談啦 我們就希望可以拿到他們的抵換額度 然後就是說我們製造七百噸 可是中鋼節省了七百噸 然後他願意捐七百噸給我們 這樣我們就get even 然後我們就達到了碳中和 然後我們再找一個英國標準協會來做認證 這樣就叫完整的一個淨零碳排的過程喔 那現在這件事情在國內 還沒有幾個人做過 如果我們這件事整個做完了 會是國內第一個 做了盤查又做了中和 然後經過認證的會長活動 那這個也會是接下來我們不管辦任何活動 其實要經常放在我們自己心上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活動製造了多少碳這樣 所以下一次可能黑客松就要開始來算碳排這樣子 你們算一下可能就會覺得很害怕喔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是因為 之前都知道敬靈很重要啊 算碳排很重要 可是從來沒有人好好跟你算過一次 所以我們就這個活動好好的時間了一下 我們得不算 好那我先講一下我們這個活動的資訊喔 這一現在已經走到 5月14號15號要舉行峰會了 那峰會的同時也會有市集跟晚宴 那活動的地點就會在成功大學 但不會在C-Hub 我們在另外那邊的成功廳那邊喔 好其實這個峰會議程裡面有很多 跟今天各位的很多專案相關喔 譬如說 我們早上欣雅自己提的那一個案子是 就是疫情解封指引嘛 那我不知道各位這幾天在看記者會的時候 會不會去想一個問題 這個是我們跟OCF的朋友也在討論的喔 就是 各位的實聯制是不是其實某一個程度 也曝光了你的足跡在哪裡 那 防疫跟隱私之間要怎麼樣去取得那個平衡 或者是說 疫情傳達的記者會 為什麼永遠有記者在問無聊的問題 但是不會有公民團體在現場 可以去問可能很多人想知道的問題 類似像這些事情其實都是我們想要在峰會裡面去討論的事情喔 那又例如說像移工便利生活APP 這個是因為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不管是去年的大流行 或是今年的大流行 廠工工廠裡面的移工 經常都是自由最快 而且被最嚴重限縮的一群 因為他們群聚的密度很高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借進國外的例子去告訴大家說 其實移工的管理是可以同時兼具 一百多灘的市集 那這個市集非常有質感喔 叫導導來 然後我們特別跟e卡通合作了這張台南富貴卡 長得很可愛喔 是一個台南版 而且是室內版的碗櫃這樣 好最後這個是售票連結啦 我就把圖停在這裡 各位如果想要在5月14、15號來跟我們一起討論說 我們到底有多少的議題可以透過社會創新的方法來回應的話 那就歡迎各位掃這個QR Code連結 然後我最後一定要講一分鐘 對 就是如果是G領域的朋友來的話 我們一律用團體票給大家 好就這樣 謝謝大家 掰掰